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编蓝,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我们继续来说法国所发生的这种准战争的模式 这其实就是一场战争 这就是白左想要缔造的一个世界 毁灭一切 当他们人数比你少的时候 他们说你在歧视 当他们人数跟你持平的时候 他们说我们要公平 当他们人数度过你的时候 他们要求你搬家 这就是纠战缺潮 所以我们民族阵线的所有的宝贝们 我们的同胞们是优秀的 为什么优秀 很多人都提出来说 我们中国之前有些人 某些人管移民的 居然要弄外国人永居这种镇 后来不了了之 这个事情就搞不下去了 对吧 在中国 有多少这些撒哈拉以南黑非洲过来的这些人 中国这里面的这种人 主要是什么 尼日利亚的 主要是什么 穆斯林 所以说很多网友也提出说 绿教的东西 一定要防范 一个黑 一个绿 黑和绿 你不去防范 你不去 伊斯兰教中国话 你不去 打击三非 打击黑 那不好意思 中国就是跟这些 法国的下场是一样的 现在我说过情况已经很严重了 现在中国的国内极端女权 越来越像韩国的女性在看齐了 对不对 但是他们在这些学校里面 或者社会当中 他们对黑爹 你看看他们那种态度 那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今天 你法国发生这些事情 不会浪连有任何的同情 现在很多的 我们来听听中国的游客的心声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事情当中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嘲笑 我们受袭击的我们同胞 因为他们是去旅游的 即使是留学生去留学 他也是去学一些技能的 很多在欧洲的小伙伴 最终不管待了五年十年 最终还是会回国的 在那边长期留下去的很少 除非在那边开馆子的 他们赚了很多钱 也是会回国内 创造外汇的 所以说在这个事情当中 我不希望听到嘲笑他们的声音 因为他们不是走线去美国 或者说在美利坚自由国 在美国被他们痛扁 或者说那些台巴士 在跑到美国去 不要抢我 我是台湾人 你说这种话上去给你两个耳光 这种我们可以嘲笑他们 因为他们是傻逼 包括还有那些香港的那些港软 港软跑到英国去了 钱不让他去 被活活饿死 这个我们想怎么嘲笑 怎么嘲笑 想怎么穿不穿重 因为他们是叛国者 他们是叛族者 我们要搞清楚 所以说我们不要 在这里搞那种无差别的那种攻击 我很反感 我本来非常反感这种行为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事情其实现在闹得很大 法国骚乱 中国旅游 巴马赛受席 玻璃权政税 总领馆向法方提出交涉 近日 法国应17岁 阿尔吉利亚一公民 纳埃尔遭警员近距离射杀 而爆发全国示威与骚乱 一辆再满41名中国游客的旅游 巴士在马赛被砸车 车辆周围 玻璃 暴碎 暴裂 有乘客受伤 据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官方微信公众号 中国驻马赛总领馆已向法方提出交涉 目前游客已 离法 启程回国 中国外交部领事司 指 一中国旅游团在马赛旅行期间 大巴车窗被砸至多人受轻伤 驻马赛总领馆第一时间 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 协助旅行团报警并紧急应处 对受伤人员进行治疗安抚 立即向法方提供交涉 要是确保中国公民能深刻才能安全 而且当地侨团和旅游从业人员 进行大家注意安全 加强防范 目前游客已离法 启程回国了 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和中国驻法国领事馆 再次提醒在法中国公民 密切关注当地社会安全形势 远离游行示威及暴力冲突区域 加强个人车辆住所和商铺安全防范 临时赴法人员尤其应提高警惕 警惕外出 如以警惕情况 请及时报警并列入中国驻法国领事馆 寻求协助 所以我说了 这些他们只是游客 人家只是说没看过欧洲去看一看 或者说有看过 还是觉得那边可能有些要玩一玩的 就玩一玩 但人家现在已经受到惊吓了 已经坐车 离开了法国 好像去了瑞士 从瑞士坐飞机回国了 也没有心情玩了 对吧 这个法义瑞 这种旅游 我说句实话 没啥屌意思 去意大利 你先被那些萨哈拉黑非洲 先把钱包都给你摸干净了 都给你摸干净了 在欧马 在米兰 这些地方先给你摸干净 摸干净以后去了法国 然后就给你 对吧 像有没有打过魔兽争霸 魔兽争霸以前不是挺火的吗 对吧 我们知道打这个兽族 兽族步兵挺厉害的 对吧 我们称为大忌 大忌两百块钱一个 生产一个大忌 然后两三个大忌以后 我们会升级一个狂暴力量 攻击力就加三了 现在法国的这些绿和这些黑 他们就是兽族大兵 兽族的大忌 然后给他一点升级狂暴力量 现在就属于升级狂暴力量 然后呢 他妈的熊狮德鲁伊 安夜精灵族的熊狮德鲁伊 又是进行一个狮子吼 攻击力全部又是增加 所以你看他们 你看到没有 他们在那边打杂 他们没有任何的愧疚感 而是什么 他们展现了 展现了一个什么 他们一种兴奋 乐在其中 绿的也是 我跟你讲 法国比美国情况严重 美国只是黑跌 进行沟火晚会 在法国还有绿的 当然今天我不会同情 法国的一切 法国我不会同情的 为什么 你当年奥朗德 他妈那个B的美国给你提供航母 你们在美国航母上面 阵风战机飞到利比亚 飞到这些 伊拉克去他们狂轰滥炸的时候 你们怎么没想到会有今天这种下场 但是他们无所谓 他们本身就是去执行的 就是要把难民往欧洲赶 去血统融合渗透 因为只有白左会降低人群当中 法西斯的这种浓度 会稀释法西斯 欧洲就是这个屌样 富则白左 穷则纳粹 这就是他们逃不过的魔咒 因为他们的思想 他们不懂得我们中国人的中庸之道 所以你别说中国怎么怎么样 我们毕竟是唯一一个资源性文明 我们存活下来 为什么 我们讲究中庸之道 但是在现在这种国际环境之下 我们不能再中庸了 为什么 我们对内可以讲究中庸之道 但是对外我们要讲究 我们要有诱 对不对 去对付他们 所以说这个事情 我跟各位讲 法国今天发生这个事情 我一点都没有那个同情听心的 你们自己他妈必去造念 你们炸死那么多中东人 你们在黑非洲 进行掠夺 杀怒 以及像美国做那些实验的时候 我才不会同情他们了 打 砸 全都给他打扁了 砸扁了 对不对 占领他们 攻占他们 对不对 让你们去搞这个东西 让你们去搞LGBTQ 让你们去搞 搞拼拼拳 使劲弄 使劲干 对吧 在德国也他妈来一场 让那些土耳其猪 跟那些中东的 也把德国也给他们毁灭 摧毁了 因为法国现在这个事已经蔓延了 已经蔓延到比利时了 把比利时也给他打掉 砸掉 把北约总部 欧盟总部全给他砸了 打掉 点火 把火点了 对吧 所以说 这个 是他们自己造的孽 但是有一点我想说 这种说 也只是说气话 但是我们讲现实的 还是说句实在话 确实呢 他这个对 我们一些海外的一些同胞 这个店铺 确实是他妈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危害 被抢 被抢劫 被打砸 这个确实挺恐怖的 大家呢 也是要注意这个安全 注意这个安全 现在看来 法国呢 已经局势失控了 他们没有任何办法 去控制这种骚乱 因为我说过 现在 对吧 他们这里面又有雄狮德鲁伊 在这里 狮子吼 加攻击力 又给你升级了 美国又给他们升级了 狂暴力量 你像在马赛 打中国这个旅游大巴 我个人感觉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 一个 即兴的一个行为 这个他妈带着一些蒙面的 这跟香港黑豹 不是一模一样吗 这个不就是 美国在这里指挥 作证指挥操盘的吗 对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旅游上面 怎么怎么讲 有些人说 有些人说什么 进行爱国教育了 怎么样 我觉得爱国是一回事 但是不要在这个时候 对这些受到惊吓的 你没经历过这种事 你不知道那些老黑 狂暴力量的那种状态 是很恐怖的 很多人被打受伤 很多人就害怕 我们这些同胞去旅游的 他们害怕到 我可以说 他们可以留下很大的心理阴影 真的会很害怕 你不知道这些老黑 他们在群魔乱舞 和自由的表达的时候 你不知道那种恐怖状态 一个法国的一个白人 要阻止暴徒去砸他的车 手被直接砍下来了 手被直接砍掉了 这个砍他手的这种行为 我感觉老黑 不太有容易做这种事情 应该是绿教 手指的天空 喊真主伟大 安安安 在庇护我们吧 给我们力量吧 手都给你剁掉 砍掉 所以你看这些在巴士上 这些同胞 他们能不怕吗 对不对 不要去说那种凤凉话 什么爱国教育 怎么怎么样 你这样讲 反而会招致别人 对爱国的反感 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些用词 我们是个社会 不是像美国那种社会 很极端的 要么你就左 中国社会不要往 那个方向去发展 北京时间6月30日凌晨 有网友发视频称 一辆载有41名中国公民的大巴 在法国马赛 造了十几名黑衣人袭击 一看黑衣人 对吧 这不就是香港的那种模式吗 有人被砸伤 黑衣人还试图上车 把乘客拉下来 车内乘客当时致电 中国驻马赛总领馆 领保电话 总领馆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协助报警 并协调警察疏通 傍晚 该批中国乘客军安全抵达旅馆 并7月1日前往瑞士 提前结束行程回国 经历禁婚一夜的马女士表示 警方在他们一车 中国游客遭遇袭击后没有出动 听到的回应是 因为他们现在自身难保 最终靠波兰斯基 缓慢的开车过去 在国外没想到这么无助 杭州夫妇口述在法国遭遇 暴徒砸车 赛罪的杭州临安人士 马女士和丈夫王先生 是该事件的亲历者 7月1日 杭邦辖记者联系到了他们 你们不用担心了 我妹目前已经平安到达瑞士了 马女士电话去中时 记得听到她的丈夫王先生 在旁边通过电话下 这样的报平安 这次法国之旅 两人本来是打算 补上结婚的时的密业旅行 因为考虑到安全问题 选择更团游 先从杭州出发 游览完意大利之后 我说过 在意大利先把你皮沙子 全部摸干净 然后在当地时间 6月28日 凌晨抵达法国 这也是夫妻二人 第二次来到法国 但留给马女士回忆 用她的话来说 已经都是惊吓了 所以我跟各位讲 你看 对他们来讲 真的是非常恐怖的 你把人拉下去 把你手放在那边 一个个堕你 很恐怖的 他们这些人暴徒 干得出来的 他们没有任何法律 法国警察都自身难保的 你警察赶出去 你又会成为他们攻击对象 而且你法国很多的兵力 你通过法国这个大暴乱 像以前他这个大暴乱 很多人镇压得住 现在为什么镇压不住了 第一个呢 是升级 我说的升级狂暴力量 第二个呢 大量的法军啊 实际上在乌克兰参加战斗的 大家知道吧 他不是在那边 重兵在那边 所以你就看啊 你在那边跟毛子 怎么叽叽歪歪的 你们还派军队 直接法外很多 去参加这个乌克兰战争 穿上乌军的制服 去打仗 对吧 你去打 这边就叫你 成门失火 就叫你成门失火 所以说这个事情 波兰的总理啊 他一语道破的天机 当然波兰诸啊 我觉得 我也不是说什么 表扬他们啊 但是呢 他确实是一语道破的 这个里面的核心的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法国骚乱持续 这个乐意 波兰呢 是这样子讲的 波兰的这个总理啊 直接就说出来了 这个天机啊 就说 你们今天发生这些事情 啊 就是 你们在那边杂交 杂交 导致今天 法国局势的失控 啊 与局势失控 呃 所以各位 你今天能够看到了吧 波兰这种 右翼的这种国家 啊 他很反感这种东西 当然我说过 波兰诸 不是什么好 好东西啊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 他们还是民事理的 你是这个种族 就是这个种族 你是这个 这个民族 就是这个民族 不要去杂交 啊 杂交 杂出来 啊 就像有些中国 一些女的 以前我遇到一些女的 啊 傻比奇跟我讲 我要生个混血宝宝 我要生个混血宝宝 啊 你去生 啊 生 生出来以后 啊 实际上 啊 他是不会认同 你这个族群的 啊 他们是没有历史包袱 啊 没有这些东西 啊 他们是一群新的物种 新物种 他就要摧毁一切 啊 所以你看在法国 你看到没有 今天那个场面 多么恐怖 啊 多么恐怖 啊 所以我也想说 这个时候你看 公知没声音了 啊 对吧 我现在 我最近我就告诉一些 曾经问问过我 法国是不是很浪漫的一些女生 我说现在看懂了吧 我当时跟你们讲的 我说法国很乱 他们还不相信 那现在 哎 你看到这个东西 你相信了没有 所以说 为什么在中国 要要防止 跟黑鬼 啊 杂交 黑卵子杂交 就是这个原因 啊 尤其是你当爹的 看好你的女儿 啊 不要跟这个老黑 啊 弄出来 砸毛 当时你去带 啊 那我说句话 你他妈 把窗户打开 楼上跳下去 死了算了 你活着干啥呀 啊 你你你活着干 干嘛 对吧 谢谢各位支持